大家好,我是老赵,老赵游中国,从昨天晚上8点半吧,从济南出发,开始了游东北的旅行。 一直走到现在,现在是8点15分,已经走了接近一个对时了,我们走走停停。 现在呢,我是坐在副驾驶上,我方向盘那是孩子,所以我们两个开车几乎都是他开的,我只开了两个小时多一点。 大家看,我们现在是走到了北京到成德之间的京城高速上。 现在还有20多公里啊,就要到金山岭了,大家可以看你到,这个路啊,这个车很堵,一直跑不起来。 就是从昨天晚上,从济南出发上高速以后,一直到河北的清线,一直还是比较好的。 但是路上车不是很多,就是往北来的车不是很多,但是往南起的车,走起来也很坏坏的,很舒服。 只不过就是天黑,有点害坏的速度,就是到了清线以后,开始啊,一会儿就开始下雨。 下雨以后,你到了北京这个六关这一段,特别是到了京城高速上,到了京城高速这一段,一直没有走起来。 走走停停停停停停走走。在这一段上走了两个大小时了。 从北京的六关到现在,就京城里,我们还不到京城里这一段,走了两个大小时。 所以一直走不动。 我就有句话想对大家说。 如果现在还没有出行的,这个点还没有出行的,最好先不要出行。 今天应该是出行的高峰,就是走起来最难走。 如果出行了的呢,你要了解一下路况以后,在游然到这上面的雨果啊,你遭罪的。 所以呢,我发这个,这个车又加进来的这个车。 所以说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啊,就是提醒一下大家,要尽量的能测缝,测试的出门。 还有一件事呢,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在这条仅有几十公里的这一段,就看到了刮蹭事故有五六起之多。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看,我的车左側这边,又出现了一起事故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